陆行义,你女朋友和别人结婚了,这事你知道吗?听到电话那头好友洛浅浅的话,我一愣,臭丫头,你别胡说了,当心我揍你。 哎呀,谁胡说了,我亲眼看见了,她和另外一个男人来领证的,洛浅浅声音焦急万分,她是在民政局工作的,显然不是在开玩笑,我心一沉,立刻挂断电话,给我的女朋友李雪打去,喂,陆行义,有什么事吗? 电话那头,李雪的声音从容不迫,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,我轻笑一声,没,没什么,刚刚我朋友给我开玩笑,说你跟人结婚了。 突然,电话发出盲音,李雪挂断了,我双眸一瞪,顿时有种不好的预感,拿起桌上的咖啡缓解焦躁,立刻重新拨通电话,电话打了很久,才拨通,李雪的声音轻轻颤抖,带着难言的愧疚和不安,对不起,我已经结婚了,砰。 手中的咖啡杯掉落摔碎,滚烫的褐色液体溅到腿上,可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疼痛,心脏麻木,嘴张了许久,却发不出一丝声音,良久,电话那头的李雪惭愧地说,真的很对不起,陆行义,你是个很好的男孩,但我,我已经爱上别人了。 我们以后不要再相互打扰了,就这样吧,挂了,我听着电话挂断的声音神情呆滞,我甚至不敢相信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 什么叫以后不要相互打扰,为了挽救他的生命,我可是付出了一切啊。 我的心,我的生命,我拥有的一切,都统统尽数付出,换来的却是他的一句往后余声,不要相互打扰。 一张好人卡,就和我不离不弃,卖房筹钱,直到一无所有抵消了,我的思绪如同被搅浑的泥潭,浑浊不堪,我很想哭,却怎么也哭不出声,痛。 心太痛了,痛到连眼泪都挤不出。 泪线都被麻痹了,咚咚咚,突然,敲门声响起,我扶着墙壁麻木的如同行尸走肉,打开门,是洛浅浅那满脸担忧关切的表情,陆行义,你,你没事吧? 她看着我,精致的五官表露出关心,我木讷的摇摇头,男人的尊严,不允许我在一个女孩子面前落泪,我细了西酸色的鼻子,邀请她进门,放心吧,我没事,真的。 洛浅浅坐在沙发上,你又还没吃饭吧? 我带来了菜,微波如热,一热就行了。 我接过饭菜,不想麻烦她,我来吧。 陆行义,你真的没事啊? 本来我可以忍住泪水的,但她一问,我内心堆积的痛苦,就再也按捺不住了。 我立刻背对她,脸上的眼泪如泄洪一样狂勇,我,我没事。 洛浅浅走到我身后,没有拆穿我此时的狼狈,她接过饭盒,还是我来吧,你脸上脏了,去洗手间洗洗吧。 嗯,麻烦你了,我声音沙哑,内心对她也充满了感激,她保留了我要强的尊严。 很久,我终于止住眼泪,洗了把脸回到客厅,她立刻打开饭菜,将冲泡好的咖啡推到我面前,快吃吧,不然凉了。 洛浅浅,谢谢你。 我强忍难过,给了她一个笑容,洛浅浅眸子一转,皱了皱眉,那,李雪那边,你打算怎么处理? 你对她那么好,掏心掏肺的,她却背叛了你,我默不作声,大口大口地嚼着米饭,却怎么也咽不下去,我会亲自找她当面对质的。 不过,如果她找到了属于她的幸福,我会祝福她。 哎,你,洛浅浅无奈地叹息。 我下楼买点东西,吃完饭,我默默收拾东西,洛浅浅提着一袋啤酒上来了,她甩了甩胳膊,很霸气地打开一瓶啤酒递给我,哼,失恋了,就该痛痛快快地喝酒,喝到失意。 心里就不会那么烦恼了,来,我陪你喝。 我接过啤酒,苦涩一笑,这丫头啊,第二天,清晨的阳光洒在头顶,睁开眼,洛浅浅正趴在沙发上睡得香甜,我看了看时间,将她推醒,洛浅浅,洛浅浅,醒醒,你要去上班了。 她猛地弹起,身体僵直地问我,现在几点了? 八点半,你九点就要上班。 她立刻急匆匆地穿鞋,我跟上去,我送你吧。 好,半个小时后,我将洛浅浅送到了民政局门口,她到完谢就急匆匆地跑去上班了,我看着她的背影,有些恍惚。 曾经那个长长黏在我身后的跟屁虫小丫头,居然已经出落得亭亭欲立了。 想到这里,我急忙骑着电瓶车去找李雪,我要当面去问她为什么要这么无情地对我。 可当我看到她脸上那幸福的表情后,却又不知如何开口,她把我伤得很痛,可毕竟我心里是爱着她的。 梁酒,我憋出一句,李雪,为什么? 是我不够爱你吗? 李雪没说话,右手扶了扶我的肩膀。 陆行义,我知道你很爱我,在我身上付出了很多很多,但感情是不能强迫的,我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,我已经不爱你了。 所以,你能放下一切,不要心存芥蒂,真心诚意地祝福我们吗? 她的话就像是渣女雨露一样,毫无忌讳,根本不担心会伤害到我。 她现在,只想尽快和我撇清关系,呵呵。 我苦涩一笑,连连点头,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。 我执着和强留,又有何意义? 命运真是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,让我遇见我最爱的她,又让她一声不响地离开了我。 好吧,既然仇恨不能解决问题,那就选择成全她的未来吧。 就在我和李雪交谈时,一个身穿得体西服的男子出现了。 他挽住李雪的细腰,刻意地做出十分亲密的动作。 你好,你就是雪雪的前男友陆行义先生吧。 他向我招手,我没有搭理他,他却依旧春光满面地说,陆先生,我得好好感谢你。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雪雪的照顾,现在他嫁给了我,我必然也会不留余力地去爱他, 给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最好的一切,要不然,我请你吃饭吧。 就当是表达一下我的感激之情,李雪靠在眼前这个男人的肩膀上,嘴角散发出甜美的笑容。 曾经核实,他也是如此,靠在我怀里笑得无比美丽,还记得。 他那时躺在病床上,要求着我不要离开他,还说他愿意爱我一生一世,呵呵,在牢固的山盟海市,终究还是抵不过现实啊,我酸涩地摇摇头,不必了,你只要好好待他,不负他对你的爱就行了。 说完,我转身落寞地离开,我骑上我的电瓶车,李雪和他老公坐上崭新的宝马车,我们就像一条彻底不再相交的直线,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前进,我恨他,恨透了这个薄情寡义的女人。 但我实在是太爱他了,不忍心破坏他来之不易的幸福安宁,落浅浅喝醉了后一直大骂我是个傻子,永远也学不会狠下心来,可我不是狠不下心,我同样也有山里雪叶光的冲动,但然后呢,就当是为这段感情,画上一个不完美却平静的句号吧。 我走到楼下的超市,老板,给我来包烟,小伙子抽哪个牌子?黄鹤楼吧,我这人念旧,晚上,落浅浅又提着一盒打包好的饭菜,你是不是又没吃? 我有些感动,毕竟,也只有这个古灵精怪的丫头,还记得世界上还有我这一号人,我正要道谢,她却眼尖地看见桌上的烟头,她立刻抱着我的手绣了,绣我的手指,不高兴地说,你又开始抽烟了。 我苦笑地点点头,太久没抽了,肺有点不习惯。 哎,你可是好不容易才戒烟的。 当时为了给李雪凑手数费,戒烟戒酒,没想到吧,活脱脱浓浮雨舌。 我一开始就不喜欢那个女人,就只有你,像个大傻子,落浅浅牢牢叨叨地收拾桌上的烟灰缸,然后摆好饭菜叫我开饭。 我看了她一眼,心不由的意见,落浅浅对我是什么心思,只要不是傻子的,都能知道。 但我的心眼很小,只能容得下一个女人,我端着饭菜,突然就冷冰冰地脱口而出。 臭丫头,你明天就不用来专程给我送饭了,我以后会记得按时吃饭的,为什么? 落浅浅表情一愣。 装作茫然地看着我,她是多聪明的女孩啊,平时一点就透,现在却在我面前装傻,话已出口,开工没有回头见,你妈妈一直给你安排相亲对象,没有遇到合适的吗? 哈,她放下网筷,表情变得难以形容,立刻拿起一旁的胯包,很晚了,我先回去了,饭你记得吃饱,我,明天记得吃饭,我过几天再来看你,她走了,屋子里重新变得冷清,我闭上眼满脑子都是今天李雪说的话,落浅浅是个好女孩,我不想让她和我一样浪费掉青春,最后换来一个心痛的结局。 对不起,我可能配不上你的喜欢,遭受到巨大的打击后,我生病了,高烧不止,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,没想到,就这点小事,还能让我憋出病来了,我睡得昏昏沉沉,不知过了多久,才听到一个声音在焦急地呼喊我的名字,陆行翼,陆行翼。 是李雪的声音,不,不是,是落浅浅的声音,我拼命睁开眼,人已经躺在了病床上,落浅浅正趴在床上,见我终于醒来,激动地扑到我身上。 陆行翼,你个王八蛋,差点吓死我了,不就是失恋吗,用得着一蹶不振,要死要活的吗? 躺得太久了,我浑身不舒服,急忙拍了拍她的背,别压着我的腿了,让我先站起来,腿抹了,落浅浅立刻搀扶着我起床,她小小的身躯,撑起我的体重很吃力,我站得很艰难,突然,她一个重心不稳,加上我腿麻得使不了力,她整个人倒在我身上。 她没有反抗,反而红着脸,将头靠近我的肩膀,隔得太近,我能清晰地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桂花香味,这是她最喜欢的香水。 对不起,我是不是很沉? 没,没有了,我不在意这些,不知过了多久,我腿才摆脱麻痹,重新站了起来,她却紧紧地攥着裙脚,耳根子都通红的,就在我想开口说什么时,落浅浅却抢先一步地开口,陆行义,你好过分啊。 她的大眼睛眼神优怨,盯得我不敢与她对视,尴尬地挠头,对不起,你吓着泥巴。 谁知落浅浅却鼓着腮帮子,很是气氛,眼神紧紧地看着我,语气坚定,你知道,我指的不是这个,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,非要我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吗? 陆行义,我喜欢你,现在我看你还装不装傻,她终究还是憋不住开口了,我不知如何是好,她对我的友情,不知道什么时候变质了,我很想直截了当地拒绝她,作为过来人,情之一字,苦海无雅。 但我更怕失去身边这个唯一愿意陪伴我的人,更不想看到落浅浅一脸神伤,和我不再有交集,落浅浅,我犹豫很久,嘴巴张了张,却被落浅浅用白皙的手掌堵住,你先不要回答,我其实还没有做好准备,等等吧。 她的眼神告诉我,她是怕我拒绝,到时候连朋友都没得做,相处十多年了,她一个皱眉一个动作,我就能默契地猜到她的想法。 自从这次发烧昏倒,我的体质就急剧下降,一些小病小痛陆续找上门,让我几乎成为了医院的常客,落浅浅也不辞辛劳,总是耐心地打车,带我去医院看病,真是命运弄人,我不但没能回应她的心意,还成为了她的脱油瓶,陆行易,你还是重新戒烟吧。 你这是心病,香烟可不是良药,虽然这么说,她还是耐心扶着我,走到抽烟区,从口袋里取出一支烟为我点上。 我舒服地抽了几口,苦涩一笑,烟可是个好东西,它能让人暂时忘掉不愉快,我现在想忘掉李雪,可全靠她支撑啊,哼,张口闭口,李雪李雪,随便你吧。 她不开心地别过脸去,落日的余灰洒在她的侧脸,如同自然的金色彩妆,明媚又动人,落浅浅五官精致,皮肤细腻白皙,身材也不差,可以说是标准的白月光了。 我很好奇,她这么好看的女孩子,为什么就是没有追求者呢? 几个月后,以感谢她对我的照顾为由,约她出去玩,虽然没有再交往,但现在的距离刚刚好。 推一步不会尴尬,进一步也不会突兀,我带着她做本地最高的摩天轮,等摩天轮升到最高处时,整个市区的繁华夜景都尽收眼底,此时的落浅浅脸上挂满了红霞,目光时不时地偷看我,她轻轻地嘟囊,搞什么? 我还以为做摩天轮会有法式浪漫的告白呢,结果连块巧克力都没有准备,这算什么约会?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,以前和李雪一起时,我都没有带她做过摩天轮,落浅浅这臭丫头居然还不知足,礼物嘛,下次给你补上。 拉钩拉钩,一言为定。 我们玩了好久,直到天空下起了丽丽丽丽丽的小雨,才决定回去,陆行义,我今天能去你家住吗?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,于是我和落浅浅手牵着手打着一把伞,因为不想对方被雨淋,所以我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一起,嘈杂的雨声也让我的心情不再阴郁不堪,胸口的沉闷,也被清凉的雨水, 水冲刷得一干二净,可当我们回到小区楼下时,却看见航道里一个身穿黑色长裙的曼妙女子,她正一脸神伤,落寞孤寂地坐在台阶上,是,李雪,此时,她也看见了我。 眼角的泪水让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楚楚动人,让人心生怜惜,陆行义,她扑到我怀里,完全无视了我身边站着的洛浅浅,她的身体正在发颤,仿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和委屈,陆行义,那个王八蛋抛弃我了,她根本就是在玩弄我的感情, 我现在只有你了,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,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,你还是爱的我的吧,我心里沉迷,呵呵,被人当烂货一样甩开后,才想起我嘛,她以为我爱她是理所应当的嘛,黑夜中落下的雨点,悄然变得汹涌。 好似是在应景,我手中的雨伞很小,小得只够两个人在一起遮雨,但我该让谁去淋雨,李雪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深情与自信,仿佛我会心甘情愿地向往常拥抱她,落浅前感觉到我的犹豫,毛子里是无尽的躊躇,她一直都是个懂事的女孩,从不会让我陷入难堪的局面,叹了口气。 她说,陆行义,你,时间不早了,我先回去了。 她戴上兜帽,准备转身离开,走入瓢泼大雨中,我下意识抓住了她的手,然后将手中的雨伞放到李雪手中,落浅前,家门就挤不路了,你要去哪儿? 微弱的灯光下,落丫头的眸子中充满了欢喜,脸颊潮红,任由我拉着她在雨中冲刺,录行义。 李雪大叫一声,你真的不爱我了吗? 我最终没有回头,打开门让落浅浅先进去,丫头,去洗个热水澡。 落浅浅垂着脑袋点点头,我则望向雨中的李雪,她双眼弥漫着水雾和泪花,我还是忍不住心疼起来。 她放开手中的伞,任由冰冷的雨水洒在身上湿透了全身,录行义,我知道我错了,我真的知道错了,你不要生气了,我们重新回到以前好吗? 我保证,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。 她哭得泪眼朦胧,我的心却没有一丝波澜,我是爱她,但爱,不代表可以原谅她犯下的过错,因为我不敢再为她赌一次。 李雪,你究竟还想怎样?你要我祝你幸福,好,我答应你了,你说让我们以后不再有交集,好,我也满足你的要求,我不在乎我对你付出了多少, 也不想清算你对我的伤害,可我已经快要忘记你了,你却还来打扰我,你是存心让我活得痛苦不堪吗? 不,陆行义,你听我说。 她冲过来想要抱我,我却躲开了,最终我关上了房门。 坐在沙发上沉思不语,关于李雪,我不知道她是如何顶着滂沱大雨离开的, 但我的绝情定让她悔恨不已。 洛浅浅洗完澡出来,拍了拍我的头,陆行义,她走了。 嗯,我点点头,嘴角扬起一抹微笑看着她,走了,我终于摆脱了。 洛浅浅打开冰箱,拿出牛奶道上,她一直都有睡前一杯奶的习惯,喝牛奶吗? 有助于睡眠,我摇摇头,不用了,我今天一定能睡个好觉。 突然,洛浅头从背后抱住了我,小脸贴在我的肩膀上,温香的呼吸让我一个机灵, 甚至我还能感受到她扑通狂跳的心脏,陆行义,你真的能忘掉李雪吗? 忘不忘得掉,她都已经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我叹息一声,转头看向身后的她,发笑地说,洛浅浅,咱俩认识十二年了吧,为什么我以前就没发现你的优点呢? 有十二年吗? 洛浅浅眯着眸子妩媚一笑,我只记得是四千三百八十天,而我喜欢了你二千九百二十天。 我心里些许震撼,八年,那岂不是高三开始,她平时可是连星期几的不大记得的人,我怀疑地说,你真能记得这么清楚。 见我不信,洛浅浅跳到沙发上,从手机里翻出一首歌,插上耳机给我戴上,听到熟悉的开头曲,我震惊地抬眸看向她,周杰伦的晴天, 你手机里居然还有这首歌? 当然,洛浅浅得意一笑,那年,我们经常戴着耳机坐在河边钓鱼放的就是这首歌,怎么可能忘记? 你算算这歌的发行日是不是八年? 随即她眸子一皱,泛起波浪,我最遗憾的,就是没能和你考上一个大学,结果,后来我去你的学校找你, 你就已经和别的女孩交往了,你和女朋友分手时,我不但没有替你难过,心里反而幸灾乐祸,结果,等我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表白时,你又和李雪在一起了,我问,难道你就没想过放弃吗? 放弃,那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洛浅浅将另一个耳机给自己戴上,轻轻地哼着优美的曲调,从前从前,有个人爱你很久,但偏偏风渐渐把你吹得好远 还要多久,我才能在你身边听着她柔和的歌声,我慢慢地闭上眼睛,那些安逸平静,这首歌明明叫,晴天,歌词却一直在下雨,人这辈子能有多久的时间去爱另一个人呢? 我说,洛浅浅,明天还有空吗?我请客吃饭 没空 洛浅浅低着头默默回答,明天要去相亲,我妈安排的,昨夜的滂沱大雨过后,街道只剩一片寒冷和萧瑟,洛浅浅去相亲了 据说她老妈已经开始逼着她找对象了,看着屋外照射近窗的阳光 我微微一笑,在感情上,我不是惨淡收场,就是狼狈受伤,这一次该是我主动了 我透过餐厅玻璃,看到洛浅浅和一个大概三十岁的男人侃侃而谈 但我能看出来,浅浅只是礼貌应对,不过那男人好像还挺满意她的 这时,她转头看向了我,跟对方打了个招呼,就急匆匆地出来了 天空下起了朦胧细雨,我躲在墙角,等她出来的时候,我为她撑起了一把伞 她惊喜回眸一笑,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 我微微一笑,轻轻弹了她的脑门,下雨不带伞,当心感冒 洛浅浅脸颊一红,偷笑地问,你偷偷跟着我,是怕我喜欢上别的男人,所以不放心 没有,我只是担心你找不到路回去,毕竟你从小就是个鹿痴 你才鹿痴呢,直难挨,老傲娇了 我们才刚刚回到楼下,又看见了李雪的身影 她正木讷地看着我们牵在一起的手,你怎么又来了 我心平气和地说,李雪苦涩一笑,又看向洛浅浅,洛浅浅,你把陆行义还给我好不好,我就只有她了,我真的求求你了,把她还给我吧 呜呜呜 任凭她哭的梨花带雨,这次我没有一丝怜悯,她当初抛弃我时的决绝哪去了? 李雪,我们都应该学会接受新的未来,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,你回去吧,我不恨你,也不会再爱你了 我钻紧洛浅浅的手,她还想,也终于不再顾虑重重,轻声细语道 李雪,对不起,只有陆行义,我不想再让出去了 我们越过了李雪单薄的身影,缓缓地走进房间,有些事情一旦失去了,那就在没有挽回的余地了,朝花夕时也已经晚了不是吗? 陆行义 洛鸦头低着头搂住我,这是她第一次有如此大胆的举动,含蓄地如同一朵娇艳欲滴的薔薇,好像做梦一样啊,你竟然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,能,能亲我一下吗? 亲你 你确定? 我坏笑地看着她,她立刻羞红了脸,推开我将脸埋进沙发里,她不知道,她这个样子就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鸵鸟,蠢萌的可爱,今天是十一月十五,落浅浅的生日,我算了算时间,距离春节也快了,她刚一进屋,我就迫不及待地将准备好的蛋糕拆开 你终于回来了,过了今天,你可就二十四了,插二十四根蜡烛,这蛋糕是不是有点小啊? 落浅浅笑着扑到我背后,吃完蛋糕,我们准备去哪里玩? 我想了想,摩天轮怎么样? 你都念叨好久没趣了 好,摩天轮前,数不清的情侣在排着队,摩天轮转得很慢,落丫头突然黑黑一笑,陆行义,你上次答应不及我的礼物呢? 不会已经忘记了吧? 我微微一笑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礼盒,她接过礼盒拆开,看到钻石项链的时候 眼睛睁得老大,她呆愣愣地看着我,这个是针钻石吧? 我点点头,摸了摸鼻子,本来想送你戒指来着,但又想到那得结婚时再送,就选了项链 她眸子里的泪花不停地在闪烁,这丫头,我欠她的还有好多眉环呢,和落丫头结婚那天,离学也来了 我并没有邀请她,她是看见了我发在朋友圈的电子请柬才来的,恭喜你,陆行义 一句简简单单的祝福,却仿佛倾注了她所有的力气,让她全身颤抖不止,她随了五千块钱的份子钱 随即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,就像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朋友,送上了一份普普通通的祝福,落浅浅突然抓住我的手,脸上没有不开心,从容不迫地说 李雪昨天跟我说了,她明天就会离开盛州去上海了 我惊讶于,他们居然会有联系,连忙开玩笑地追问,你是不是担心我和她旧情复燃,扔下你跑路 落浅浅自在地微笑,挥了挥拳头,做了个强壮的姿势 你要是敢,我保证你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,太恐怖了,我肯定不敢 办完婚礼,一切就简单多了,落丫头本身就是在民政局工作的 我俩去办证那天,被民政局的众员工索要红包,还不断地调侃她 落浅浅结婚,竟然不发喜糖,去到落浅浅家 她老爸老妈对我的态度不怎么友好,原来他们一早就知道落浅浅暗恋我许久 所以才想方设法地给她安排相亲,目的就是为了让落丫头彻底地忘记我 落妈,小落,你得赶快和那些浅女友断了联系 落爸,我们可就浅浅一个女儿,你和她在一起了,心里可不准有别人 我点头如捣蒜般,毕恭毕敬地接下了下马威 刚一回到家,落浅浅就兴奋地掏出了自己的小金库 陆行义,你是不是觉得赚翻了? 我亲了她一口,她也不再害羞,笨拙地回应我 直到她气喘吁吁,我才问,你觉得呢? 随即,我将她抱进房间,好白的两只小兔子,看来我真是赚翻了 讨厌,你这个大坏蛋 我爱你